这所大学相关机构中心多次发布涉疆虚假报告 此类报告的参与者被曝 接受美方相关机构大额资助 有的甚至与恐怖组织有关系 海伦纳肯尼迪中心出资人 是反华极端政治团体创始人 有关的报告提及关于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等说法 错漏百出经不起基本的事实核查 而且也多次被相关当事人献身说法打脸 海伦纳肯尼迪中心披着学术的外衣 充当反华势力的极先锋 这种行径令人不耻